美国终于退市 因为市场认为是一个温和的退市 带动美股昨天升近300点 我估计今早都做高开260点 不过之后就升幅开始收窄 不如说退市的提报之前 看看试放好吗 好 我们首先看看现在这张图 是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昨晚即是18日 一公布完之后 杜瓊斯工业指数升了290点 达到了保力加通道的顶 差不多由底去摸顶位 今天应该如何表现 若然如果市场认为 这个消息真的很利好 应该要继续破顶而上 若然不是破那么多 若然成交金额不足够的话 即是说这个顶 还真是可能是豪贵顶的顶 就是因为它已经摸完顶之后 它应该下一步就会跌下来 跌多少 当然要看 无论如何 都告诉我们 有一件事 去到这个通道底 它是会有条件肯通道顶 真的通道顶 有条件肯分通道底 只会靠一些 就是所谓有法性的因素 趋势 那趋势 比较少 去到底 一再穿底 顶 一再破顶 通常这个 除非要由一个基础因素的转变 它才能转得到这样 如果不是的话 就会顶 之后就会见底 底 就会见底 这样 好了 那我们看看 美股做得那么好 那我们看看恒指好不好 恒指似乎未跟得那么好 恒指是摸到保利加通道底 即是一旦上二百多点之后 接着就是 开始看到跌下来 那这个跌下来 那其实我们要看看 为什么会跌下来 那如果你看到国企指数 是不是 都是这样 低位 弹上不是很多 接着就是看这个是上证的指数 那都还是完全没有反应 弹也没得弹 那深圳成分股指数 也都一样 弹也没得弹 那大家一定会问 为什么美股好 为什么港股 A股不好呢 我们首先看 最近好像有个落入彩 金多寶 九千多万 有人中了 都关你什么事 关你什么事 不关你事 为什么呢 美国经济 他们好与不好 真的不是很关我们事 我们以往 我们很多的经济 因素 是跟美国有关好 所以美国好 我们会好 今时今日 以前董伯伯说 中国好 香港好 再不是美国好 香港好 何况我们现在看得到 美国 他为什么今次的时期之中 是退市 而还可以股市一升呢 不就呢 即我呢 以前就是股 以前就是股 即是昨天 都是股美国应该不会退市 即是我估错了 估错了 估错了理论上 应该是蝕到偶抱 如果我是建美股的话 我真是蝕到偶抱 真是港股呢 我没有蝕到偶抱 可能还有一阵 因为你会看到 它还是跌下去 原因 我们是跟A股挂钩 A股暂时的状况 就是说 虽然很多时候 好像说 有三中全会 中央经济会议 全部都落实了 就应该可以做 不好 好 是 落实了之后 做才是好 现在未做 现在未做 何来又好呢 好 是只不过一个 心理上 感觉 它会觉得好 这就是 太空出仓 感觉良好 不过不关你事 同样 在这里 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 A股 迟些真的会好 不过要先改革 如果一日未改革 是一日不会好住的 因为改革是会有阵痛的 改革和革命差不多 是需要流血的 究竟你持有的股 要不要流血 因为你持有的股 成为一个新的皇帝 现在未知道 要等等 真真正正 各个局面 是铺排了出来之后 你才可以知道 局面未铺 如果大家 需要这么早 下去倒 所以在这点 我觉得 如果真的有跌下来 很多的 可以考虑一些 升了上去 而追的话 似乎 就是差一点点 在这点 我们看完 这些指数成为股之后 我们看到 就是A股 其实现在已经对港股 起了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 这个又很必然的 不是因为我们 是否回去做一个怀抱的问题 而根本就是 哪一道的影响是大一点呢 那现在当然是A股方面 所以就影响这一点 好了 那我们再跟着看看 你真的要退市了 那是怎样呢 第一 再一定要看一样东西 就是说 美国退市 都是有两个前提的 一个失业率跌到6.5 一个通胀率 要升到去2% 或以上 其实应该是2.5 好了 现在11月 跌到7 还有0.5的路行 再跟着 通胀率 现在只是升到1.2 那如果通胀率 还这么低的话 不需要加息压通胀 那大家一定会问一个问题 之前我们不是很怕退市吗 为什么今次退市 之中 美股还会升 而这个是 所谓的债券 10亿国债 并不是跌很多 仍然是2.85厘 和之前的高位2.9厘 是还差一点 其实也是一样的 美国今次的退市 是硬硬退的 硬硬退的意思是什么呢 美国经济是否真的很好 好到真的可以退呢 不是 但是能不能不退呢 越不退的话 越有问题 今次的事情之中 它就开始说了 我退了100亿出来 不过 留心 它说了些什么 白蓝蓝蓝说什么呢 它说 一 这个6.5可以低跌都可以 即使可以去到市场上讲 可以到6 可以到5.5 原因就是 我通胀不升 华尔街的人是怎么解读 今次的事情 我估计就是 是 失业率 你是可以去跌到6.5 深压到5.5 不过 如果通胀率不升 我是不需要加息 因为这样 是确实保障了 美国的经济持续增长 而 没有一个通胀风险 这个就是所谓 经济学家常说的 是一个回来復原的 衰退之后的 一个叫蜜月期 美国的蜜月期可以很长 很长 可以长多久呢 曾经 在60年代 70年代 这个蜜月期 是有10年 即是美国可以有10年 都不退市 因为它说 美国通胀没有升 那不需要加息 那么蜜月期 为什么会跌到5.5 你的通胀不升呢 是因为 那些人的 人工欣资 人工欣资的话 美国人是没有购买能力 你买不起市 买不起消费品 你买不起消费品的时候 或者中国方面 或者东盟方面的出口 就会差 所以 美国不好 中国不好 香港才不好 现在美国好像很好 好啊 那么厉害 在中国方面 入口 大量的 物资 即是说 工业製成品 或者 你不在中国入口 在东盟 买 但是 你都买不到 为什么我说东盟 不会在美国呢 因为 很多美国方面的 民生物用品 都是在中国製造 也在东盟製造 也很少在美国製造 在美国製造 最多的 叫做韩普包 因为真的要这个现场 即做即卖 但是这点来说 他们的人工 如果升的话 我之前都说过这个问题 就是 你会是要真真正正的 带来通胀 现在 美国很多 汉堡包的 终点工业人工 是9元一个小时 9元美金一个小时 你会计一条数 其实跟香港 和其他国内的东西 不差很远 在这点来说 它的通胀的升幅 其实是很有限 除非一些基本因素 以后都改变 好了 我们再看完这个之后 我们会看看 买债少了多少呢 就是最主要按揭证券 那里 就是会买350亿 国库券那方面 又买400亿 每到一角斩了50亿 到时买债便是750亿 那美国联邦职务局 又估计过 那个是经济情况 他认为如何呢 在2014年的时期之中 经济增长 是2.8至3.2 对比2013年是高了的 失业率呢 是跌至6.3 6.5 又比2013年的平均数 是低了的 至于个人消费开支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有消费 美国作为做一个 是消费者带动的 是经济体系 才使用美国的GDP增长 经济增长是强的 起源了三年 个人消费开支的增幅 是0.9-1% 他希望明年再增加到1.4-1.6 有没有这么好的东西呢 我估计很困难 因为你叫老板加薪工 很困难加的 所以美国如是 香港如是 你到时这样的话 只有一件事 如果当民生的费用是升了上去的话 人民生活只可以更艰苦 而不是更幸福 那你如何应付艰苦呢 你会有两个方法 一你示威 二你勒拱护头带 我相信 美国人方面 是会勒拱护头带多些 亚洲区方面 就会示威多些 因为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 好像不成文的 是次文化出现 好了 除了这个个人消费之外 还有一个核心个人消费开支 即是扣除了汽车等等 你会找得到 在这个方面来说 2013年 就是1.1至1.2 在2014年股 就会增长到1.4至1.6 我们在这里找得到 它这个开支方面 其实就是不会升得到很多 因为中国方面的东西 还一直是相对 美国人来说还是便宜的 加不到很多上去 反之你现在看到 中国方面就不同了 中国方面 我们会出现到的东西 就是说 通胀真的可能会升上来 主要就是猪肉和鸡 和蔬菜物品 特别在今次农历年里面来说 这些物品可能会上升 做法有点不同 是什么呢 当美国联邦储备局要收水 但是利息又不升 在中国方面是暗中收水 利息是正在升 因为在中央银行里面 连续最近那四次都没有在市场中注资 因为它预计你的钱会涌入来 涌入来的时候 中国银行体系的钱会多了 因为所谓的外汇方面是多了 这个是央行已经出了声 因此在美国方面 好像是退市 实际上有时间才能退市 中国方面没有说是否退市 不过已经四次不向市场注资 即是一个就是实退 中国方面 美国方面是假退 在这点里面来说 你就会解释到 为什么今天A股会跌 然后港股更是要但愿又再跌 在这点里面来说 我们看看美国的知识方面 看看他们真正是否有退市 美国一年期国债息 在2008年去到三厘以上 曾经 这个最主要就是雷文卿爆破炒高了 到现在差不多贴近领 这个就是2008年至2013年期间 那如果只是以2013年来对比是怎样呢 你会看到是这样的 是在0.12岛附近浮沉 好了 美国两年期国债息 就是在2017年是5厘的 后来呢 现在下跌至0.多厘 1厘的味道 如果我们看到它最近的时候 波动就大了 那波动大到多少呢 就由5月1号附近的 是0.2厘 升到最高的是0.52厘 这个波动是差不多有一倍的 那为什么会大动出来呢 原因是在5月22日 白南克才说我们可以退市 那你在5月1日 看到最低之后 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人 慢慢知道 然后到5月22日就是这些位置 这是一个日线图 所以5月22日是这点 你看到就是在这些附近来说 所以那天是升了这么多 之前已经有人应该收到封 所以慢慢上来 好了 美国十年期国债 由2007年到现在的话 是由5厘水平 跌到下去1厘4厘 然后现在再跟着 最近回到3厘水平 如果我只是这样看的话 我看不到大的波动变化 如果一年期的话 你看到真的由5月1日左右 是1厘6厘 一直回到近来的高位 去到2厘8厘9厘 或者3厘以上 黄金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2007年就是最高的时之中 现在就去到这个 如果和对比的话 黄金是由2007年的大致上 是500元左右1盎司 曾经升到去 是2012年的大致上 是1700元左右1盎司 到最近当然是这样 全部跌下来 因为担心退市 不过 如果我们要细心看看 现在这个位置 已经不低于现在这个位置 当时7月 就真真正有担心退市 现在也认为是价价的 同样 美汇指数方面 我们再看一件事 如果在207年的时钟 我如果在画一条线 它应该在80水平附近配回 今年又如何呢 今年也在80、82水平附近配回 其实我们也看到 息口是有变 不过美汇指数 在过往那几年里面 都是维持在82、80这些水平上 在这方面来说 美汇是相对输偏稳的 原因就是 其他地方比美国更差 所以那些人只去避险方面 用回美国的股 用回美元来做避险工具 因此它的跌幅不是很大 直到有一天 你找到美元跌很多的时候 市场会担心通胀来临 如果美元升上去的话 就代表市场不担心通胀来临 那我若不可以以哪里来比较呢 以我说以82来对比 82之上的 你就会看到美国会有通胀 在之下的 美国就应该是没什么通胀 是会继续 是会是QE 所以那些美金 就会软弱了下来 在这点里面 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有时看一些问题 是用了很直接的眼光去看问题 我认为它会推市 市会跌 今次告诉我们 不是 而且 为什么退市的市场不跌 因为市场认为你的退市 不是真正正正很有效的退市 而市场又会真正相信 你会维持这个息口很低很低 去一个很长的时期 若然是这样的话 很简单 世事没有变得 估计是继续炒 或者不炒 这个就是今次 美国退市所告诉我们的事情 最重要的一点 不要直线思维 是 看回港股又好像不太炒美股退市 作为一些小投资者 其实会不会有些什么投资策略 可以做到呢 如果现在这样的话 如果你是作为很少投资者 又不想创业 就没什么好做了 如果你是很少投资者 你很想创业的话 这个是有些事情可以做的 我意思是创业的意思就是 现在息口仍是相对低的 当然 创业你可以包括买股票 就是炒股 这个是最容易的创业方法 就是炒东西 如果你看到的话 找到就是 我们用一个 美国方面的息口会偏低 但是它偏低的话 一定会有一天 会跌下来的 息口一定会有一天 会升上去 要看通胀 通胀永远不来 它会来 中国方面 香港方面是怎样的呢 应该好像 听习近平和梁振英说的一件事 就是 中国开始市场改革 它叫特区政府要掌握的机遇 在这里只可以说 投资者要掌握这个机遇 因为 因为 这个改革 真真正正会带来这个变动 而这个变动 会影响到股价很多 早期 有些股票价格 可能会被压益 例如狼人股等等 它因为要解决外迴帐问题 会受压益 当它解决外迴帐问题 当中国经济开始由改革之中 慢慢好起来 当它已经用了优先股 集资 资本来充裕之后 那内银股 完全就会由 今时 很多人会认为它是山拉 变成糖衣 不是毒药 而是果汁糖 在这点里 我们需要看市场变化 有哪些东西是不利的 已经完全被消化掉 好的 开始慢慢进来 股市只可以是这样 才能升得到 你说完全要 好东西进来 坏东西进去 坏东西进去 股市是否升 是不升的 因为坏东西 已经没有了 即是不能炒下 好东西已经来了 即是不能炒上 因为不能炒上 就不能炒下 股市 将会像死鱼一样的股市 那这个更惨 明白了 谢谢石sir 想要重温石sir手机的内容 欢迎登入HKET多江的短片区 今天谢谢石sir 好 谢谢